花蓮市公所也舉辦了左昌公墓的中原普渡法會 主任秘書徐國成表示 祭拜的共品會在法會結束後 透過市公所的社福平台 展證給花蓮市的競品 還有弱勢家庭要發揮二次功德 另外市公所明年也會再爭取花東基金的經費補助 要規劃進行全區起決安奉作業 朝左昌都會運動公園的目標來邁進 花蓮市公所主任秘書徐國成 在6號傍晚協同建設課長歐美華 殯葬所長陳柏欣一同出席左昌公墓普渡法會 到場的還包括花蓮市代會副主席李政偉 市民代表林百瑞 縣議員吳東升及大宗廟的多位委員 左人秘書徐國成也感謝大宗廟管理委員會 協助辦理普渡法會的事務 他表示普渡祭拜的100份共品 將郊遊社勞客透過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轉送給弱勢及貧困家庭 那今天是我們花蓮市公所與萬善池一起合辦 這樣一個左昌公墓的聯合普渡活動 那我們左昌公墓在早期是本木用地 那在76年的時候已經經由花蓮市公所這邊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為公園用地 我們花蓮市公所這幾年一直致力在於 將這個我們的公園用地將它開發建設 那我們已經申請獲取了花東基金第一期的補助2000萬元 目前正在工程上網那個已經發包作業中 我們後期還會持續申請花東基金後續的補助 我們希望申請第二期的補助款3000萬 將我們的公園的整體設施再來做進一步的提升 徐國成表示市公所目前正在爭取110年的花東基金 規劃明年6月進行全區起決安放作業 以徹底解決30多年來的誠惡 並延續今年花東基金鄉正式公所提案計畫 進行新色人形步道及鐵馬道工程 以達成人車分流 未來將逐步改善設施 朝向左倉都會運動公園的目標邁進 記者徐立芹 花蓮市報導